练习太极拳必须要紧记一个松字,这也是内加拳和外加拳的根本区别之一。 从体上讲,松的结果是松、清零、气血通畅、全体透空。 从肉上讲,松的结果是松、柔、高、刚柔并记。 因此,无论哪个练太极的人,都知道要松着练,但许多人就是放松不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放松。 但大部分是因为选择的休息方式决定了无论如何,努力也是见不了松的境界。 太极拳论说,对照这个要求,我们在练习套路时好好检查一下,每一动,你放松了吗?做得清零了吗? 我看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太极套路都以比赛的要求,极自是优美的体操舞蹈标准来衡量,因此不顾自身条件。 努力追求架子越大,姿势越低,认为这样就是太极功夫高的体现,但这样的结果就是,无论你自己觉得上半身已如何的松。 但双脚为了保持低造型,维持平衡,是无论如何放松不了的,而要实现全身的放松和清零,关键的关键在于两脚放松,特别是小腿大足这一段。 脚不松,成身其实都不会松,因此,前人和当代全家,对此时高度重视的,并形象的做出了双脚放松的要求和描述。 熟拳乱讲的脉不如猫心,熟吕薄冰,杨成甫的如踩在水上糊落,方永泉的脚不要踩死,脚性稳定,沉扰,听得两脚犹如踩浮舟。 祝大同的踩草地,后地探的感觉,实名的飘,及全身关节肌肉节节松开,将立桌率完成除掉。 脚下没有一点死力之处,且有一种生疼感能等,曾花一段时间练过孙世太极拳,到现在除了仍旧牢记孙世别具一格的开合手,活步,万字手腕,得意最深的是通过孙世太极,是大浩维珍先生孙路腾大师的太极拳师傅的一段话。 两族踏地,动作如有水之阻力,第二层,则如身在水中,两族浮起,浮游水中,能自如运动,第三层,则身体清零,两族如在水面上行走,凌渊吕冰,神气内敛,不敢有丝毫散乱,此则全程仪,我只将他当是个传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幸运的是,还是坚持不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随着时间的积累,越觉得浩维珍先生实实在在说出了他极的真谛,这正是双脚放松后,逐渐全身清零,出现一种升腾感,进而达到气通全身,神气内敛的效果吧。 总之,会松脚,会清零,从此太极就成功了一半,不会松脚,就达不到文章前面讲到的体用效果,推手中也很容易让人摸到根脚步松。 你的根就断在与地面接触的点上,叫一松,你的根就是整个大地。 更要命的是,练太极如不注意松脚,达不到太极应有效用不说,好多老年人还练坏了脚,特别是膝盖。 那些追求架子越大越低,而且越下苦功复练的人,越容易对膝盖造成损害。 站装也一样,也要注意双脚放松。 现在好多人开始站装时还做到放松,时间一长就僵了。 但还在那里死战,有的是因为自己还没发觉僵,有的是知道僵了还苦苦坚持一动不动,认为坚持才有效果。 其实发觉僵了,就要轻轻挪动一下,重新找放松感觉。 让继续畅通,站死战很不好,有一首张公司写道,公布到三期。 活装不费力,谁把死战占,老来必瘫痪。 这不是危言总轻,事实上好多无数名人年轻时功夫厉害,但在晚年不是瘫痪,就是双脚不能走路,就从网上也可了解。 在这方面,我很赞同陈全民先生,对一些网友的答复,一些博友站装,一些博友打坐,根据经验,提出一点建议。 站装结束,一定要按摩两个膝盖,不然,会在老年时落下膝盖毛病。 很多恋太极拳的人,恋武术的人,万年多行动不便。 膝盖出了问题,一位前辈说,是站装与恋轩姿势不对,其实,是站装和恋武中膝盖受力过多,而在站装结束后,没有把膝盖放松,而是紧张的肌肉缓解,压力化空。 所以,一定要按摩膝盖,晚上打坐的人,打坐完不要立即睡眠,至少要按摩腿脚。 如果时间允许,轻微运动几分钟,不外摇尖活跨,按柔足三里这些小动作,看起来是小动作,且有大效果,能减少你晚年期节衰退时的腿脚毛病。 千万记住,一些修行的老前辈,晚年大多腿脚出问题,就在于忽视了这些细微的地方,积劳成损,膝盖,腿脚就会生疾病,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尽管你有功夫,那你的功夫又能如何? 行一拳大师郭云珍晚年瘫痪在床,尽管他的拳的威力照样在身,可有什么意义? 以顾太极拳大师李经物晚年坐轮椅,功夫了得,与弟子在轮椅上推手,弟子照样进不了身。 功夫没腿,只是,腿脚不行了,这些大师尚且如此。 何况迷得真传的毛修下恋者,要谨记,至于如何让双脚放松,清零,总的原则要记住。 一,架子不要太大,太低,一般人公布的两脚前后,左右相距一脚就足够。 开始时前后距离还可再小一点,以脉步时不要先动自己的重心为准。 可参考无视太极的圈字步,无视被称为太极拳中的常寿拳,练无视的人常寿老人很多,无视太极操令当别论。 我认为很大原因是架子至终,利率双脚放松,达到全身放松清零之功效,真的不要过于追求美观。 练太极是为了自己健康,不是为了表演给人家看为目的,人家的一致评价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二前脚不要用力踩地,后脚不要用力蹬地,要像落叶一样平松而落在地上,除了自身体重外。 不要给地面加额外的力,像猫一样轻轻走,不能让老鼠听到声音,像小心翼翼走在薄冰上,一冲就要破冰落水。 哈哈,说穿了其实就是平时放松的走路,平时走路时,你会故意用力的走吗? 你现在误了吗?啊,苦苦追求的公态,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放松走路啊。 但常人一连群时,就落到外加群的路子上,一定会用力做做。 这个习惯思维一下子是改不了的,就在波学上道理也一样。 释迦牟尼当年开悟时讲的第一句感叹话是,只因妄想执政而不能正道。 现在大家基本知道,只要学掉妄想执政,就能明心见性。 但妄想执着的习惯思维,就是去不掉眼。 等你来一天误了,又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平常状态,就是没有妄想执着的时候,就是明心见性的时刻。 只要将这个状态保持住就可,并不需苦苦去追求一个状态。 但没体悟之前,只有通过关心、关心、念朵、念咒等种种发门,作为工具去逐渐切入去发现。 那练习双脚放松也是如此,只好先通过一定方法去专门练习。 有心人可以按以下方法去训练双脚放松。 双手放松下垂,让脚在地面上草地或后地毯上更好连续走公路前进。 具体方法,我推荐杨宇婷老先生传授的双脚剪加法。 各在网上搜索其弟子祝大同先生介绍的如何练习太极脚的内容和视频,祝先生写了好多书。 其实这个才是最主要的精华,按这个方法练习后,会在地上逐渐体会到踩在草地或后地毯上的感觉。 既有一种升腾感,还会练出双脚之间灵活的虚实转换。 接下去可换一颈,就是想象在薄冰上走公布,会逐渐体会到更清零的感觉,还能练就联系的功夫。 另外,以上专门方法训练有基础后,进行套路练习时,就不必专门去注意双脚了。 结合其他要点的休息,全身会越来越清零,最后你会立好为真先生所讲的境界越来越近。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